我是河南省 我是淮阳县 红塔香 罗罗腿 我叫秦莲莹 就是 我腿演示个小女孩 他身子 都说 给公安局说 就是 有200米见个孩子抽盘后了 公安局调查 两天没有调查过来 最后来 把儿子弄走 就是 骗拿住十方程 骗儿子 我叫你咋说 你咋说 我按摩你以后 你路上生意 我路上生意 我跟哥找工作 跟爸跟爸看大门 我都叫你回家 儿子一直不回答说 他有爸儿子靠到鱼子 一天一夜 儿子还是不说 他有爸儿子可以打蛋 最后来儿子受不了了 才说 他再没三个孩子 咋说 三个孩子都咋说 最后他说 三个孩子承认了 这是公安局长 说的话吗 他骗儿子 宋正光 最后 中晋法院不前他,判完孩子,无血头硬 最后我又上诉,上到沈高院,沈高院发过重申 一直四年在久,一直在中晋法院 外界看,未发不未发 但法律成一组命,我一个15岁的孩子,宋正光 现在压到65年,沈高院现在一直不给我们隔着的,不管 现在为了男孩子生缘,男孩子喊个红证 公安局把我两头子判两年半 我还是不复,我一致,我都犯了,两年半 我现在出来以后,我还是告 公安局有把我居留10天 因为这,公安局局长,把我居留10天 公安局,他派人转肝 都是前天吧,姓牛吧 他又叫中晋法院,又转肝两头子 现在不叫他两头子上哪去,不叫他两头子告他 这都是公安局造的家 中晋法院 他现在,爸儿子,他一说全部都在家,开庭埋入 又是不一样,开庭埋入,孩子说的话也不欠他 那现在,请5个律师,这6年,请5个律师 这5个律师,全部都是5对释放 现在管家不欠他 他是这样,你这6年,他得看一会儿 他这个律师,也许他,请5个律师 他的say,现在提醒5个律师 现在中晋法院,一直把我儿子 现在中晋法院,一直把我儿子 现在还关押6年,一直不放 现在我叫牛肝很多儿子 一个工程 村里面,请5个律师